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一觉就好了 今天下午的事 谢谢你提前告诉我 小哥 你别这么说 我是不想看到若男失望 也不想让你为难 若男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 小薇 你是一个体贴的女孩子 真的很谢谢你能懂我 小薇 你怎么这么傻呀 被那种男人不值得 你还有我呢 我们都在你的身边 其实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小哥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若男 他不仅工作稳定 还有一个全心全意对他好的男朋友 而我就 好 林霄 是吗 若男 若男 你请了 你觉得我睡得着吗 我给你解释过了 我今天真不是故意把你戒指弄掉的 是吗 那你手为什么往回缩啊 若男 今天大家都累了 我扶你回去休息吧 李霄 我问你 你到底娶不娶我 咱们回去再来这事行不 不行 今天就要在这把事情说清楚了 咱俩快四年了 我也快三十了 我们要这样耗到什么时候 我不是不想娶你 是我现在能力还不允许 我还想再奋斗几年 等我能给你买个房子了 咱们再结婚不好吗 可是我不要你的房子 咱俩这样一直租房也挺好 我不建议 我建议行吗 我觉得压力很大 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 肖哥 别说了 四年 快有四年了 整整一千三百一十四天 你说我还有几个四年 可以为她这么浪费 我现在都不敢回家 一回家 谁见面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你说是我不想结吗 我不求她大富大贵 我只想安安稳稳地生活 买房的钱我们可以一起存 我都不建议她在建议什么 若南 你别这么想 男人的想法和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 肖哥也许是真的想要给你足够稳定的生活呢 足够稳定 怎么叫足够稳定 要多少钱多少房才够啊 本来生活最大的不便就是变化 谁又能够保证我足够的稳定呢 小薇 你也别帮她说话了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也感觉她没那么喜欢我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一起太久了 结婚是需要冲动的 冲动 对 冲动 冲动 我觉得我俩现在就是太平淡了 我需要给她找点刺激 刺激 嗯 若南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被肖哥知道她会误会的 误会就误会 我就是要让她知道老娘也是有行情的 省得她天天觉得我非她不嫁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跟你说啊 男人这种生物吧 就是你越懂事 她就越不知道这些 别想那么多了啊 今天就是开心 好吧 一起喝一杯 好啊 一起喝 若南 你少喝点吧 没事 我可以 来 继续 干喝啊 不玩点什么 肖哥 若南心情有点不好 我担心他会喝多 你来接我们吧 哎呀 继续 哎 继续 什么呀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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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干嘛去 你走开 哎呀 走开 走开 干什么呀 哎呀 来了个新的 哎呀 来了个新的 肖哥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若南 上车吧 肖哥 你怎么 你怎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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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你看慢点 若南都吐了 小哥你别生气 若南是家里一直催婚 他压力大 所以才出来喝点酒放松一下 那些男的我们真的都不认识的 小哥你真的别生气 若南他也是爱你 他真的想和你结婚啊 他现在这样逼我 我怎么可能和他结婚 小哥你先不若南进去吧 我去洗洗 真是快受够了 小飞 没事吧 好痛 我脚崴到了 站不起来 你能进来扶我一下吗 小哥 我扶你起来 小薇 小薇 林霞 小薇 林霞 小薇 林霞 怎么办 有声若南看到 他肯定会误会我们的 我们不能出去 林霞 他 谁在卫生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